配合市府推动绿能发电的政策 三民区保安里活动中心最近完成太阳能光电板的架设 将近40平的屋顶上面全部架设了发电板 不仅可以将产生的电力卖给台电 还有遮蔽阳光降温的功能 成为活动中心的一大特色 走进保安里活动中心停车场 立刻被层层叠叠的太阳能光板给吸引 40平的顶楼空间全部都用来作为发电使用 里长黄博哲一说到绿能发电的好处讲都讲不完 我们市府民政局区公所这边主导 来请厂商来装设太阳能板 那收集的太阳能板收集的这个电 太阳能的发电这个电 我们收集起来厂商是卖给台电 当中产生的利润的话 会回归给区公所 采取绿能发电不但能将白天日照时基纯的电力卖给台电 产生的利润还能回馈区里 至于太阳能光电板加在屋顶上 还有遮阳降温的作用 让在里面聚会的里面免除闷热止苦 因为这个太阳能板的装设会让我们活动中心里面的这个温度可以不会那么热 那当然不会那么热的话可能我们里面的冷气同时也会不需要那么多 南台湾平均日照时数长 再加上活动中心屋顶平时鲜少使用 用来作为搭设太阳能发电板使用 堪持人一举多得 黄里长也希望里面能够一同响应 一块潮低碳绿能的已居程序发展 港督新闻王思武罗绍军采访报道